第三届海峡两岸涂鸦大赛落下帷幕 昨日,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现身极美,大赦涂鸦街区 听两岸文创青年交流故事,打卡两岸青年彩绘涂鸦墙 灯火蓝山,夜色璀璨,点点烟火中,古像与艺术墙汇融为一体 走在青石板老街上,朱凤莲认真听取每一幅墙汇的创作故事 并在海峡一日游等画作前打卡 他表示,涂鸦作为一种艺术载体,可以增进两岸青年交流 同吃同住同创作的方式,让青年们在交流过程中加深了解,获得共鸣 他也建议,可以将策划方案再深入,让两岸少年也加入到强惠艺术交流中 辅以研学方式,以异会友,增加两岸青年的互动和体验性 做大涂鸦墙汇,美化两岸共同家园